Jonathan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首先把烙铃关上,然后就开始刷短视频,回短信,看朋友圈,看微博,看了一个小时,无意,无意,中刷到网红美女,再跳舞,脸是刮子脸,然后就是大长腿。Jonathan心里面知道,全TM是P人,但是他最后还是做了什么,对,手艺,自卫。 打完飞机以后,Jonathan会说,反正破戒了,今天就是第零天,所以再打多两次也没事啊,也是第零天啊,嘻嘻。 Jonathan,Come on,你不要再令人失望了。当他起来以后,洗完澡,出来已经是中午了,头昏脑胀也饿得要命。Jonathan说,先点个外卖,快餐再说。 Jonathan,他明白我们的脑袋,就像一个水池,有容量限制,每天起来,就有100星的水,每次做决定,无论决定有多细,就有一星的水流走。 就像小道上,上厕所,拿起手机,这些小决定,都会有这个效果。 他真是没一星的水。所以他昨晚已经把今天的时间表偏好,然后今天就按着时间表去实施就行了。 他把主动的产出,放在一天里面的头半部分里面。 像写作,写报告,写计划,这些需要用到大量动脑而重要的工作,他就把它放在前半段。 把被动的输入放在后半段,重复而单调,而不需思考的事上。 比如说,看书,听播cast,还有回短信,或者一些资料输入,他就把它放在一天里面的后半段。 大家好,我叫Carson,我的任务是帮助年轻男性,从Jonathan变成像Marcus一样的high-value man。 我今天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抑郁的时候,其实连刷牙这个决定都要考虑很久。 因为整个人就像在一个省电模式一样,在手机没电的时候就要省电了。 然后人就像在这个模式一样,就整天想躺在床上。 然后我连刷牙这个那么简单,那么对平常人来说是一个很不用细想的活动。 都要思前想后,都要花很大的心力去做。 因为我想想我要那个脚移到我的拖鞋,我地上面的拖鞋里面, 哇,刚只是想想都觉得很费力。 那时候就是那么一个感觉,更别提什么去读书,或者是工作的下面有什么突破。 工作,就算去办公室工作,都是拖着疲惫的身体。 就你是逼着自己,你知道,整个人每天精神状态很差, 我只想带在一个黑暗的房间,什么动作,刷手机,只订阅社交媒体看。 其实那时候是很不开心,但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我根本就没办法去想做一些什么东西去改变。 连想都觉得很费力,更别说想完出来,OK,我怎么去实行。 那今天想谈的都不像其他独鸡汤一样,什么拒绝躺平了,积极向下,提积极向下就是一条错路。 我们不了解谁,一直看我们视频的观众都知道我们不是走这个风格的。 我们这里没有大道理,只有实打实的技巧。 什么是真实可以做有用的技巧? 今天想讲讲,输入力和残处力。 这个是我最近因为看到这本书,我买的这本叫output,就是残处力。 还有另外一本叫输入力,那我没买那一本,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头三十多年输入已经足够了, 那我想改进的是残处。 那很简单,输入力和残处力,那我们用语言里面的说, 听,读,写,来区分这两个不同的力量。 那说跟写就是残处,听跟读就是输入。 那这个很好理解。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听到一些话说,哎呀,你读多点书就会成之好, 你就会学业有成。 听多点别人的意见。 你想想,这些话里面,其实他们提倡的是什么? 就是提倡你的输入,而不注重残处。 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做今天这个视频? 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现在懂的东西, 我希望二十几岁的我,十几岁的我就已经知道。 但是那时候没人告诉我,只有人告诉我,我读多点书,我听多一点,就可以成之变好,就可以事业有成,学业有成。 那这是真的吗? 你问我自己这是真的吗? 有哪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也好,或者是诗人也好,他们不是透过产出而成就伟大的,运动员LeBond James,对吧,他要做很多产出,他不只是在研究打篮球的技巧,他有很多产出,他又不停尝试,他又不停去比赛做训练,这些是产出,他要投球,投球就是一个产出,不只是在研究投球的技巧,对不对? 那一些伟大的诗人,李白,你看到,你现在看到他的诗,就是因为他不停的产出啊,对不对?他不只是研究书法,研究那个诗怎么写才押韵,他也是做了很多,他就是做了很多产出啊,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首先还有就是,现在主流媒体的风气,就是提倡很多输入,但是没有人提倡产出,所以我第一个对你发起的挑战,就是今天, 写好明天的game plan,或者是叫时间表也好,把产出排在5点PM之前,假设你是6点钟早上起来,你把产出排在有阳光的时间,比如说,我首先起来第一件事情,那肯定是刷牙,泡杯黑咖啡,然后洗白脸,或者是你可能要洗澡什么,把这些通通写在你的game plan,或者是时间表里面, 然后可能头一两个小时,我要做老板招待我的文案,或者是我要做一些很费脑力的工作,要一些你最不想做最拖,然后一直告诉自己,哎呦,明天才做吧,然后因为今天已经很累,把这些工作排在一天的最早的时间,有一个原则叫eat the frog,就是把青花吃掉, 青花是,在外国是一个很恶心的东西,也不会把它做为食物,所以他们叫eat the frog,其实就是我们中文的先苦后甜,把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排在最前面做,因为一天起来,你的痘子,你的意志力是最旺行的,那你就把这些最费脑力,最不想做的事情,把它偏在最头,然后到了晚餐之后,或者是日落之后,大概是5点,下午5点PM之后, 你就可以把输入,排在晚餐之后,比如说看我的视频,比如说看一些看书,对吧,看书,然后或者是回复短信,如果一些紧急的短信,那肯定要立刻回,但是如果无关痛痒的,比如说是一些朋友圈上面的通知,那你就可以吃完饭以后才回。你把明天的game plan写好了吗?如果没写好的话,不要继续看下去,把这个视频点暂停, 你先用字跟笔写好,写好就继续看下去,不然大家就不要看,写好继续看下去,我跟你发起第二个挑战,就是明天跟着你的game plan去做,每次感到迷惘,或者是感到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很闲的时候,你就回到这个game plan,明天就回到这个game plan,你就跟着他做,跟着你写好的game plan去做,我能给一个建议, 或者是给一个小的tips,给一个小的建议你,就是我能告诉你,你100个percent肯定没可能完全跟着你的game plan去做,明天你肯定没可能100个percent跟着你今天写好的game plan去做,因为你今天写好的game plan是完美的,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玩人,不是完美的人,总有偷懒的时候,总有想摸鱼的时候,但是你想想,你之前怎么过, 这一天,你在做你的game plan之前,你是怎么过你的一天,你有没有试过今天在摸鱼,你有没有试过今天在刷手机,刷小视频,然后一天就过去,像Jonathan一样,如果有的话,你想想,如果你今天把明天的game plan定了,一个完美的game plan,一个完美的一天,工作产出效率很好的一天, 如果你知道你是没可能100个percent跟着他做,但是如果你只是做了50个percent,只是跟他一半,跟他一半,你的生活会起多大的影响,或我们不要说的那么大,你明天会比之前好了多小倍,比你今天躺在床上刷手机好了多小倍,我举一个例子,其实我这个稿子,我是两天之前应该把它写好, 我两天之前订立了自己要一天里面写四个稿子,但是我做不到,我因为我的净职,我本来的工作很忙,所以一天里面就写了一个,到了今天终于把四个稿子写好了,那我不止把它们都写好了,还有我今天,现在是下午12点25分, 我今天6点起来,已经许了把我的净职办公室的原来的工作做好以外,我还为这个频道录了四个视频,这个是第四个,这个是最后一个,我录完这个之后,就可以吃,就可以上午跟家人出去吃连夜饭,那你想想,这个威力,这个gameplan的威力有多大,我给你发起这两个挑战,如果你是做到第一个的话,你在上面给我留言,说我做了第一个,如果你连第二个, 第二个都完成,你给我在上面留言,追加你的留言,说我做到,我做了第二个,proactively embrace difficulty,that's how you take control of your life,下期再见,bye bye